全台防疫升级三级警戒后 未戴口罩要依法裁罚 月里分局远警巡逻时就发现在篮球场 有五名青少年打篮球未戴口罩 依法开出举发通知书 并报请卫生主管机关裁罚 打球没有关系要戴口罩啊 对啊我知道但是没有办法 远警巡逻时发现球场上有五个学生正在打球 但是竟然都没有戴上口罩 也马上告知学生都没有依照防疫规定 佩戴口罩依法开出了举发通知书 通报卫生主管机关裁罚 防疫适同作战 希望在此严峻时刻 大家能共挺时间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及活动 民众如外出只因全程佩戴口罩 如发现相关违规的情势 预理警分局将当场收证 以请主管机关裁罚 预理警分局表示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通报卫生主管机关裁罚 依法可处心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以下的罚款 本局长说 青少年在户外篮球场打球 大多没有戴上口罩 多是近距离的接触 容易引起群聚感染 家长应该要多注意孩子的动向 警方如果发现违规警示 将当场搜证 以请卫生主管机关裁罚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fare 领栏 偷然 耀眼 患